欧对美的多单准备啊准备 把交易界面先打开啊买先打开先放着啊欧对美的先打开放着 还差一点点还差一点点还要走一根K线啊这根K线走完 如果想进的呢可以稍微进一点啊比如说一点一点的进啊50美金啊或者100美金啊先进一点点啊先进一点点啊就是非常非常少的先进 因为我怕它就不会再跌了直接给涨起来了因为现在现在是在蓄力阶段啊肯定后面会有一个涨但是它会不会再下跌一下涨呢也说不好 所以我现在还在等等它这一个等它这一个等它能不能再给更好一点点位啊我希望能够跟等到更好一点点位哎跌下来了真棒哎哎哎哎你别涨啊别涨啊你别涨 别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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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别涨好了可以进等一下 站上这个位置就可以进多了啊等一下 好了好了可以进多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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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我已经说了啊在这个地方进多单我在这里就画好了啊 在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这个位置如果它稍微跌一点呢还可以再进一单啊就是我说了一定要分批净啊一定要分批净 好了交给市场吧后面我们就不管了我说了在这个地方进多单啊咱们就等着了 好如果它再跌一点呢我们还可以再进一单啊我们可以再进一单啊一定要分批净啊分批净 然后一头肉的点差呢是十个点一头肉的点差是十个点所以来说呢我们只要看一下 只要他到十我们就可以算是算是保本了啊 我们就可以算是保本了啊 我们算是保本了啊 他可能还要再下跌一点点 碰哪个位置呢 碰一下1.9662 1.9662这个位置 要碰到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呢 只要不跌破就没关系 好 等着吧 因为现在我们做的是顺时单 顺时单是可以拿着的 本身这个ETORO上面的这个外汇呢 杠杆就很小 估计赚也赚不了多少 亏也亏不了多少 这个杠杆小就是这个 你之前不是你ETORO也不能用了吗 我现在没用ETORO了 ETORO现在不让我录金了 现在不让我录金了 我账户能打开 但不让我录金 那不就废了吗 这个账户就已经没用了 是 电汇也不行 他不让我录金 录金 录金直接就是 直接就是 哎 唱 录金直接就 就 就说我的账号不准录金 所以我现在没办法 被逼着用其他平台 其实我其实挺想用ETORO的 我像做那个 ETORO比例很大的 就是那个叫杠杆 我是很想用ETORO的 但是他妈的 他不让录金那怎么办呢 他做虚拟盘嘛 做了自己自嗨嘛 做自己自嗨 哎我昨天 我前两天在那个老虎上买的那麽 NEO的期权 就是那麽未来的期权 结果赔了 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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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赔了600美金 现在又赔了1600美金 哇 你知道气场 不因为4号就到期了 是不是4号之前 你得要卖掉不完赔 对吧 还可以再加一仓 这个 这个还可以再加一仓 还可以再加一仓 这个地方可以再加一仓 还是分批进路 因为我说了这个是可以分批进路的 要涨起来了 要涨了 现在已经叙事已经差不多了 要涨了 我们现在分别在这4个地方都加了仓的 我们在这4个地方加了仓的 所以来说大家看到我这个线的位置 好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要涨了吧 你刚才说什么 你说这个6的这个期权是吧 我没有做股票 我没做股票 这个股票的股票白天不能做啊 我一般都是白天做东西嘛 所以做白天 我就是做外汇啊 做指数啊 看到没 涨了啊 你现在我们进仓的3个地方 3个点位都涨了啊 3个点位都涨了 就是这个点位 这个点位 这个点位 等它涨到这个点位的时候 这个单子先把它抛掉 这个单子先可以抛掉啊 这个单子可以先抛掉 就是进场价位不太好的 我们可以先抛掉 然后我们可以留下面这3个点的点位啊 留下3个点的点位 就是这个就是叫分批 就是把一些不太好的劣质的一些 劣质的价位的一些仓位的一些东西先给抛掉 然后把好仓位的先保留啊 这个就是告诉大家 就叫仓位管理啊 你不要想着一次性买个十手 一百手 我操你先放着 我那里就没钱 后面怎么办 所以一定要是分批进入啊 这叫仓位管理 好再等一下 还有11秒钟 还有11秒钟 这边先走完 我们这下面这两单肯定是赚了很多的 现在整体来说应该是赚钱的啊 下面这两单因为赚的比较多 所以整体来说是赚钱的 可能这一单是亏的 这一单是保本啊 这一单可能少亏一点 好 还有再 哎呦 这个形式已经走成跌势了 我操 这个形式已经走成跌势了 他还要再二次碰底 还要再碰一下这个底 这个单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大家就全部抛掉啊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全部抛掉 看能不能再 再 再到啊 因为这个形式这样走的话 就成走成跌势了 他有一个这么长的一个下影线 这个就还好啊 赚钱了 你们这单就抛掉啊 因为这单太那个了 这一单有点危险 赚钱了 你们就全部抛掉 就四单全部一起抛 这样的话 你就是最后 稍微上去了一叠 这一单有点危险啊 因为这一单搞不好就走成跌势了 因为现在是在多空 多空在博弈阶段 赚钱了 你们就抛掉啊 整体来说 应该是到这个地方是能够赚一点钱的 这一单是亏的 然后这一单是保本 这两单肯定是赚的 所以来说呢 整体来说应该是能够赚的 全部抛掉 抛掉 全部抛掉 你要不就留一个这个单 留一个这个单 等它上涨 因为现在目前来说 在博弈 博弈阶段 我是不太喜欢冒风险的 我带着你们做 我也不喜欢冒风险啊 我带着你们做 我也不喜欢冒风险 但是这一根K线 我操又走出他妈多次来了 又走成多了 但是反正你们现在可以把刚才像这个单和这个单可以先抛掉 我们把这个单和这个单就全抛掉了 现在可以留下面这两单 这一单也可以抛掉 这一单也可以抛掉 我们就只留这最后一单啊 就就留这一小小单 就留这一小单啊 还是涨的 操 他妈的刚才 这个K线把我骗的了 这个K线把我骗的了 应该来说你们这单都是赚钱了 这一单应该来说都是赚钱了 无非是赚多赚少的问题啊 无非是赚多赚少的问题 好 那这一单呢 这一单我们还有一个这个东西啊 还有一单我们留的在啊 所以来说我们这 现在基本上可以抛掉了 因为等一下 先别抛 等一下啊 等一下 我告诉你 抛的时候这一单你再抛 因为这一个还要再涨一点啊 他的压力位应该是到了 你好 你好哥 这是什么 抛掉吧 抛掉吧 这一单抛掉吧 抛掉吧 赶紧抛啊 这一单抛了啊 结束了 这一单都赚钱了 虽然中间有一点波折啊 但是都赚钱了 抛掉了啊